对于用Alice挂在阿里云盘的朋友 一定对他经常出问题 有时候一周甚至起跟着很是烦恼 不过这个问题从现在开始已经成为了历史 Infuse 7.6 Type 5版本开始了公测 翘首以待的内置阿里云盘功能终于来了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我们打开iPhone上的Infuse 点击新增文件来源 点击添加 在云端服务中最下面就能发现阿里云Drive 点击进入 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 除了名称 点击下面的新增 会跳转到阿里云盘的登录界面 这里登录你的账号就可以了 连接成功 OK我们再去到App TV上来看看 由于TVOS的限制 App TV是没有浏览器的 所以不能和手机端那样直接的添加 它是通过iCloud同步的 只要App TV登录的ID和你的iPhone上的是同一个就行 打开Infuse右上角设置 进入共享 在云端服务中就能发现同步过来的阿里云Drive 这里我已经添加好的收藏项 这个你们都会我就不重复了 好来看看大家比较关心的 第一个就是速度 50Gb大小的文件 可以稳定在230左右 这个速度已经很好了 可以保证流畅的播放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关心的NB大型库的直通 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还未完全的解决 现在新增加了一个媒体库的开关 在你新增共享的时候可以设置 也可以在后期修改 你可以手动的把它关掉 但经过我使用来看 并不能提升访问NB库的速度 另外关闭以后你还少了搜索功能 所以目前少还是得少 不过我发现现在的连接速度是有提升的 比如之前这种打开NB库文件夹的操作 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而我现在稍微等一会儿 可以直接浏览里面的内容了 当然根据不同文件夹内的文件的多少时间 还是有不同 比如movies这个就要的时间 就稍微久一点 而其他的就还好 当然这些的前提还是你需要到媒体库那里 把完整库扫一遍 可以在左边看到我实际的文件数量有多少 整体体验下来Infuse 7.6的测试版还是不错的 当然可能离大家期许的还有点距离 比如那是Failboard那种直连NB服务器 也许这就是Infuse 你让它完全不少 只有文件夹的呈现方式 没有海报 它就不是Infuse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